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我是小璇 您先來收看的是大戶羅盤籌碼動能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握之先 大家好 我是謝忠玲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 今天是禮拜五 這禮拜來做一天 在這邊我先祝福所有的投資朋友 祝大家在接下來的週休 都可以休假愉快 都可以心想事成 我們來看今天的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 9.7點 OTC 0.58點 頭朋友 這個OTC 內置跟關股控盤對不對 OTC它又再創新高 那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這個內置 內置沒有走 那我相信我在這一天 一直給大家的觀念 其實你不要去管大盤的部分 你看這個大盤 昨天跌100收平盤 今天漲100也幾乎收在平盤 所以呢 那個指數啊 大盤指數它漲太動 台灣價限股價指數 大型股如果不動的話 你說這個地方它要大漲特漲 很難啊很難啊 那我剛剛是不是講 你大盤是外資跟關股控嘛對不對 其實外資 外資 增外資啊 我們不要講假外資 假外資就是搞股票嘛對不對 今天買了隔天就沖掉 那假外資嘛 你增外資基本上它是跟國際盤 有點在做連動的 甚至它是在看那個總經數據的 總經數據說真的喔 總經數據我們說真的 你看這個啊 對不對 什麼1月核心PC年增7.7高預期嘛 然後呢不只這個嘛 有CPI嘛PPI嘛 全部都高預期嘛 所以總經的狀況好不好 總經狀況當然不好嘛 顯示什麼 顯示通膨好像沒有壓下來 沒有很明確的壓下來 那當然我一直提醒大家 你不要看到這個東西被嚇到 你1月1月份放假 然後中國解封 所以呢 所以其實 有很大的一部分什麼 是旅遊那邊的喔 旅遊那邊貢獻出來的 所以你必須要3月 這個地方公佈2月的 來判斷說 是不是真的沒壓下來 如果2月有下來 1月份就是季節性因素 既然是季節性因素的話 你什麼升息 要什麼升到6% 有的沒有的這種傳聞 它後面就會不公自破 所以如果說你看總經的話 像這種總經數據 然後這種 我不可能跟你說是假的啦 但是短線上有幾單啦 真的 大家現在庫存都還滿高的啦 就五大顆 我現在庫存都很高啦 蘋果的狀況也不好啦 但是那個 只有回答這邊喔 因為缺LGBT的部分 缺LGBT造成轟動嘛 所以有在追 五奈米這邊的晶片啦 其他的狀況 都不好 這真的 真的 台電那個狀況真的是 不太好啦 甚至於 不排除 不排除啦 搞不好它會下修 上半年的那個 財車目標 會稍微下修一點啦 但是現在市場上 也不管你上半年啦 因為 上半年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下半年可以復蘇的話 下半年只要開始 可以復蘇 基本上就是沒問題的 只要下半年是開始復蘇的 到明年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所以上半年的這個地方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但是你看這個 如果說以現在的部分來看這些 這些 真的啦 我只能變成說真的啦 但是你說會不會跌 不會跌啦 要跌早就跌了 還跌了 所以大家知道 椅子的利空就不是利空啦 好不好 那景氣很冷 廢話景氣本來就很冷啦 宅宅嘛 景氣很冷嘛 景氣很冷 但是 就不跌嘛 為什麼不跌 高空盤啊 高空手啊 對不對 就是因為景氣太差了 所以呢 所以散布沒進來 去年低點是12629嘛 然後現在呢 現在已經漲3000點嘛 對不對 為什麼散布沒進來 就是因為這些啊 景氣很差啊 散布散布就看這些 好害怕不敢買啊 不過呢 不過 內支啊 內支不怕嘛 為什麼內支不怕 還要 不要選舉嘛 人客 算機啊 內支但不怕 內支哪 什麼內支 藍綠 藍綠要選舉的內支啊 選舉要經費嘛 你不從股市到市裡面搞錢 不然怎樣 繼續募款 三支小豬 沒用了啦 那個沒用了啦 就是搞股票啦 講白了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說這個行情 老師真奇怪 這個景氣名就不好 對啊 景氣不好啊 我也承認啊 但是呢 指數這地方就是150附近 整理來整理去嘛 已經拖一個多月了 不會動就是不會動 上去就壓下來 下去就拉上去 他就在那邊拖著嘛 混著嘛 那只要混著混到下半年的部分 下半年就開始服輸嘛 所以搞不好下半年是有機會的 但是呢 那這個地方喔 就是如果說什麼 交出的財測什麼不好的話 搞不好還會震盪一下 可能會震盪稍微大一點啦 但是就震盪稍微大一點啦 而這個震盪稍微大一點 也是什麼 也是在這個地方啦 在那個家群的部分啦 OTC OTC就沒在插進去 所以 一種行情兩種心情啦 你不要老是看這個啦 這我一直跟大家提醒啦 你不要老是看這個 你看這個 你股票做不下去 你也不要看這個 你看這個股票 你看這個東西 你股票也做不下去啊 對 你就看這個就好了 就是看內置在不在 只要內置在的話 股票就可以玩 所以呢 所以你說今天啊 今天行情好鳥喔 行情會鳥嗎 今天漲的加速27家耶 同學 今天漲的加速27家耶 漲的加速這麼多 漲的加速跌的加速的一倍以上耶 所以呢 所以你說行情好不好 行情很好啊 指數繼續混嘛 繼續混 只要不崩盤啊 內置屬立實戶繼續做 對 啊繼續做 你看到這麼多 在大漲股票就知道 沒有走啊 那今天 為什麼開一百萬壓下來 還是一樣啊 當衝了嘛 當衝了嘛 結錢賣壓嘛 下禮拜 如果說六日沒有發生奇奇怪怪事情 中共飛彈沒有打過來 搞不好禮拜又開始了 不是每次都這樣 每個禮拜都這樣子嘛 所以呢 雖然所以 兵荒馬鈍的過程中啊 請的心情放輕鬆啊 好不好 這個地方趕快來賺錢啊 不要再管這些啦 我都沒在管的 真的有危險 我會告訴你啊 那沒錯啊 真的有危險 我會跟你說啊 這怎麼有危險 沒有危險啊 不是說沒有危險 這個不用理他啊 反正就是五百多 這邊不會下去啊 會不會漲也不會漲 會不會怎麼跌到四百多 不容易 因為現在大家看後面了 看那個下半年的 雖然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買的話 可能五百 五百出頭 五百到五百一這邊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你說啊 會不會怎麼大漲一兩成的 不會 他可能在那邊停 點到 又彈上去 可能彈到五百二又停住了 短線上也不會大漲啦 好不好 你要做這個 你要做台地的話 你要保到什麼 你看到2024嘛 因為2024才是爆發期嘛 三代米的部分嘛 對不對 所以呢所以就職的部分 還是一樣 跟大家報告 12629開始外資買到昨天為止啊 從12629去年的10月開始 整段拉起來 拉了三千點 外資到目前為止 三二七五億 然後頭戲買超 這是611億啦 多一個零 打錯了 好不好 融資雖然說 開始怎麼樣 有一些回神的 直到說這個盤不會下去 再開始買股票 但是呢跟1269來比的話 還少很多 好不好 所以所以就職的部分 就是 我認為啊 你把重點放在各股表現 放在各股表現 好不好 那各股表現的話 這我們跟大家提過的 齊幫 好不好 先是賺錢嘛對不對 賺錢 你覺得他慢你就出啊 你說哎呀老師就慢咧 啊你怎麼會賺錢 你賺錢 你賺錢你怎麼賺錢 你可以出啊 應該沒錯啊 但是呢 但是這個 這個價差拉開 搞不好 搞不好混 欸他也沒破線耶 對不對 連10千都沒破 只是長得比較慢而已嘛 對不對 可能吐一下吐一吐吐 搞不好就混上去了 好不好 就69這邊 這邊撐著嘛 反正這個我們已經賺到錢了 反正就剩下部分就丟著 不理他 對不對 齊幫嘛 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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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最近在這邊吐著 好不好 其實 不管會不會過啦 反正已經賺錢了啦 你到時候轉 K線我看起來 轉弱再拔出掉 也沒有轉弱 也沒有轉弱 是漲比較慢而已嘛 對 不管是職利率喔 或是說那個 經典的狀況 基本上都不會太差啦 好不好 然後這個 這個月作帳嘛 這個月作帳 頭心卡在這裡 價差沒拉開 只是怎麼樣 只是最近的錢 不在這邊而已啦 應該沒錯吧 他這一掛的沒在漲嘛 但是你說 沒在漲有沒有在跌 也沒在跌 每次都在整理 整理完了 搞不好後面還有機會 應該沒錯吧 配合政策嘛 這不是政策嗎 不然是什麼 這政策嘛 是配合政策的嘛 買很多 買很多沒拉開 搞不好後面忽然就跳上去了 還有機會啦 反正你沒破線 好不好 我這一段 這段我不是有帶你轉 那不是 我有帶你賺這段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後面 後面應該 我認為還有機會的 然後這是昨天 我在節目上跟大家報告 昨天請我們的學員進場 做買進的 當然 進場做買進 我有跟你講理由嘛 對不對 第四季的新場 本來第四季新場才開產能嘛 現在呢可能提前一季嘛 第三季就會開出來了嘛 那第二季開出來 剛好遇到什麼 剛好卡到蘋果的新機 對吧 剛好卡到蘋果新機嘛 不管是車用啦 什麼什麼 Apple Car 什麼 Apple的ARVR 反正鼓要長起來 結果有人說故事 啊 那什麼ARVR的概念鼓 那車載鏡頭概念鼓 什麼都有 反正就是 故事雖然編嘛 但是無所謂啦 反正就是 就我所知道就是 第四季的產能 第三季應該就會開出啦 那開出來 開出啦 今年 今年EPS搞不好衝破10塊 如果說真的開出來的話啦 以目前市場上的傳聞都這樣子嘛 如果開出來的話 基本上10塊嘛 10塊的話 美美很低嘛 所以呢所以就是 然後到93又殺回90 哇這是這是 這是當衝的 看嘛知道當衝的 對 因為當衝的嘛 短線客嘛 又有賺錢的對不對 8788買的 忽然拉到93了 莫名其妙 買進去的不到一小時賺五塊 對 買一張賺五塊 買十張都賺五萬嘛 對 五塊不是五千 買一張就賺五千塊 買十張 餅不吃後就賺五萬 快當衝一下 當衝 所以呢所以呢 所以昨天喔 我有朋友跟我說 哇這個尾盤掉下來 如果沒有出的話 搞不好就要洗碗了 留下來洗碗 留下來洗碗也無所謂啊 你昨天洗碗今天怎麼樣 你昨天留下來洗碗 今天 今天你又變大富翁了 應該沒錯吧 昨天洗碗今天 今天 今天這樣子啊 這樣啊 昨天這一根嘛對不對 對一下嘛 這一根嘛 拉上去一根黑K嘛 就這裡啊 拉上去一根黑K嘛 就昨天嘛 那今天嘛 一根K線就是一天的開始嘛 今天這樣一開就 拖上去嘛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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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然後就鎖起來 先行光啊 這個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分享的部分 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在TG 不管是TG還是Lite 跟大家分享 先行光啊 那個昨天買進的部分 就是 灌熱先買嘛 因為它量沒有很大 就是 昨天掛單的時候量沒有很大 所以灌熱這邊先買 買完 好像應該都成 應該都買到了 再請普惠下去買嘛 應該沒錯吧 就是灌熱先買 然後普惠 就是分批買 分批買 昨天拉上去 爽了一下掉下來 基本上還是賺錢啦 那今天呢 哇今天 老師昨天留下來洗碗 會不會怎麼樣 結果今天 愉快的週末 應該沒錯啦 就愉快的週末 就鎖起來啦 鎖起來啦 哇這個還鎖2萬多張 後面還鎖 鎖蠻多的耶 鎖9000多張耶 所以朋友 基本上就是 但是 就像我剛剛跟他說的啊 你只看大盤的話 你不用管大盤啦 就管大盤 什麼時候要管大盤 他就不會動 他不會動 搞不好到六月份 也是這樣子啊 真的啦 現在三月份嘛 搞不好他會整理很久 對 因為那個指數已經領先反應 那個大家預期景氣的 就是 已經預期到景氣會領先 會 小本人會復甦 所以他已經先漲上來了 先漲上來 現在就是沒有經濟數據去佐證 現在就是沒有經濟數據 更新的出來 證明說 這個一萬五千點 一萬五千五百點這邊 還會讓我上走 所以現在就是先漲上來 再等後面的數據 後面如果數據沒起來 你才會擔心啊 後面的數據如果起來的話 搞不好就上去了 搞不好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數據要什麼時候 他才會出來 就是下半年的時候嘛 所以我才一開始 所以我今年才開始跟大家說什麼 上半年基本上 都自己玩自己的啦 台灣自己玩自己的啦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呢 去年底的時候給大家優惠吧 前陣子也給大家優惠嘛 現在現在 還是給大家優惠啊 你昨天有來的 應該說前天有來的啦 前天有來的 就這個啊 那不是 我們連假前 連假前就有退優惠了吧 就就就就 就 怎麼賺到這個啊 賺到這個 又要放假了 又快樂度週末 對不對 也不用你不用說什麼 老是我沒把桌都有大牌 我都胡大三 我要賺五成一倍什麼的 不用啦 你價差坐一坐 屁服一直服 你日子很輕鬆啦 很好過啦 好不好 最後看這個啦 今天創意跌停 跌停不關我的事 我沒有啊 對不對 節目上我不是跟大家報告過 一千 從基本面來看 基本面連軋空來看的話 差不多就一千塊 對吧 這我跟大家報告過了嘛 這差不多一千塊 那創意上那個就是啊 已經本夢比了啦 什麼本夢比 缺了GPT啊 缺了GPT啊 缺了GPT的概念啊 就是缺了GPT的概念 讓它整個拖上去啦 那今天打澳跌停 打澳跌停 有沒有 當然差點利空啦 利空其實也不是 利空喔 我也覺得蠻瞎的 這個利空啊 好不好 大客戶被烈死以輕彈 就是美國商務部 又宣布28家中國企業的 剛好什麼 剛好那個聖科通信怎麼樣 他是創意的大客戶 所以就是 因為這個新聞出來怎麼樣 因為這個新聞出來 他這是快尾盤的時候啦 快尾盤的時候出來 所以呢所以啪 跌停板 但同朋友 我個人認為啦 這是好事喔 你不要想說 啊創意跌停死定啊 那一千塊一雙 這般的本夢比啊 你要追的話你要怎麼樣 你要散設停損嘛 你要有風險意識嘛 就是 你風險跟利潤兩個去考兩個時候 就是你要去想說 欸這個地方我進去 我的利潤大不大 我的風險大不大 同朋友 不管做什麼投資喔 都是有風險的 你說老師有沒有溫潭 溫潭你純銀行就好啊 所以就溫潭的啊 你做股票怎麼有什麼溫潭的 搞不好 我做我也會停損啊 停損的時候節目上 我也會跟大家說啊 也是會了解啊 這一定的啦 你只要賺的部分 贏過賠的 你長期累積下來你就賺了啦 但是你賺 你要一個方法可以賺錢啊 好不好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在跟大家提什麼 不是跟你說什麼股票多厲害 不是啊 是跟他說 我們是怎麼找股票 然後怎麼樣 就是怎麼去 賽選股票怎麼做的 比如說要一直賺的說馬 教學視頻 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嘛 那如果說我們再回到這個創意的部分 他這一波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像他今天 他今天最高1230耶 1230耶 1230塊耶 狂漲耶 後面是這個 這個新聞出來 他摔到跌停了 如果沒有的話搞不好又衝上去了 也就是說什麼 這是去HP概念股 就是在創意下來之後 什麼 艾普啦 威勝啦 什麼四星什麼 反正一堆啦 這一波 大漲 特漲的吸食材 全部都是因為創意 跌漲之後開始怎麼樣 開始 你不要想說不好喔 這是很好的喔 為什麼 因為有錢從這邊跑出來了 同胖你懂我意思嗎 有錢從這裡面 從吸食材裡面錢跑出來了 跑出來這些錢是玩什麼的 這些錢是玩 缺德GBT的 所以我問你 這個錢從這裡面跑出來 你覺得他會去玩別的 比如說啊 錢出來之後 不然我們去玩生氣好了 不會啦 不太可能啦 因為這一塊已經咬到很大塊的肉了 同胖你懂我意思嗎 創意已經搞到一 來我問你啦 今天是1080對不對 你這一波搞上去的 這些 這些那一隻 你覺得他今天就算砍跌停 他們有大賺嗎 賺到翻了好不好 整個翻過來了啦 那個是 賺少一點而已啦 就是有少賺 可能賺到 欸可能今天少賺10% 但是呢這一波 省的上海 都已經趕到病鬼啦 啊趕到病鬼啦 QGP是一個好 很夠力的題材 啊朋友是不是 你用了沒有嘛 你你只要有用 你就知道 那個是這是一個 後面一個非常大的題材 因為怎麼樣 因為那個深層的AI 實在太恐怖了 對 你自己用就知道 我我不要講跟你聽 你自己去用 對請他幫你寫情書 請他幫你寫作業 請他幫你寫程式 他都會幫你做好 還不用錢 對 當然後面他有些升級版 可能要錢啦 甚至後面如果說真的用人太多 可能收你一點點錢 不過呢不要忘了喔 他兩個月 兩月之內用戶已經超過一億人了 一億人的話這種 每個用戶 他以後就算 我收一點錢就好了 收十塊好了 收十塊那就是十億了 那很怕人 你懂得是嗎 就是他也不用收太多 因為用額實在太多了 所以如果說也這樣的話就是 你現在之前 玩這個QGPT先玩IP這些 如果說這個地方喔 有利空出來 然後錢開始從這邊流出來的話 他會幹嘛 他會去找相關的 就是開始有什麼 點線邊的擴散交易 因為之前一直漲什麼 一直漲IP嘛 什麼創意啊 巨油一直漲這些 買不下去了啦 你聽說什麼 買不下去了啦 一直漲這個 你創意怎麼買不下去 一千塊 超過一千塊都買不下去了 一千塊就是我目標 你拉到一千塊以上 這誰敢追 沒人敢追嘛 所以他只能怎麼樣 他一定要轉移戰場 就是你在拉 你沒人敢追啦 所以通合題材 你就要轉移戰場 轉移到什麼戰場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啦 一樣啦 搭上TrackGP話題的 有相當網通苦 因為怎麼樣 就是有一個新的技術 因為用輪太多 用太多 會怎麼樣 會lag嘛 甚至有時候 你那個在監風時間去上去 那個TrackGP跳 他會跟你說 我們現在用戶爆滿 所以請你排隊 沒辦法用 沒辦法用 很簡單 後面怎麼樣 後面就是伺服器在擴充嘛 伺服器在擴充的話 然後呢 網通設備可能要稍微怎麼樣 可能用新的嘛 新的叫什麼 叫CPU嘛 啊誰在做這個CPU的那個 交換器的部分 請就三加啊 你可以看我留意一下啦 所以呢 所以 也就是說什麼 我在跟大家提什麼 不是跟你說什麼創意 哇跌得好啊 不是啊 創意 它是首選了什麼 它跟具有是首選的TrackGP概念股 不過真的漲太多了 拉到已經沒什麼敢跟了 這真的有太多了啦 拉太多了啦 那拉太多 今天剛好有一個消息出來 所以呢 所以開始在做回檔 那開始做回檔 錢如果說從這邊出來的話 他不會跑去做別的啦 同學你知道嗎 他不會 不太會跑去做別的啦 就是這一掛在做TrackGP的資金 他一定是什麼 應該是 於去做同樣這一掛 同樣相關題材 因為 這個題材實在太大 相關的個股實在太多了 都要扯上邊的啦 一大堆啦 後面搞不好還有什麼散熱啦 什麼什麼 像今天是不是那個 連宅版都有對不對 一大堆啦 就很多題材 跟伺服器有關係的題材 他會一直擴一直擴一直擴 所以 所以你看到這個跌停 對跌停很好啦 錢從這邊出來 開始幹嘛 開始要 有機會 相關的 沒有大漲的 他就有機會怎麼樣 他就有機會 受到資金的移住效果 就有機會漲 所以呢 所以這是 接下來的賺錢機會 好不好 接下來的賺錢機會 所以同樣我們做個結論啦 就是 指數不用多講啊 指數他講什麼 不會動他講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每天看指數浪費個多月的時間 看個股啊 啊個股 啊個股就 都會漲啊 是嗎 啊今天禮拜五 鑽在日漲停 對啊 掌倍 掌倍給他的優漲停啊 愉快的週末好不好 愉快週末的話就是 像我昨天跟他說的 這不用管他啊 指度整理啦 個股表現啦 賺賺價差啦 好不好 每天賺一點 日子基本上應該會 會 輕鬆愉快啦 幫你賺到錢 也幫你賺到家庭啦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的那個公司的優惠方案 還有存在 還在 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 參考一下 喜歡分享的話可以點個訂閱 還有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喜歡 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會不會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懂能掌握這些 祝大家休假愉快 下週操作順利 下週見 拜拜 下週見 神經過 你 下週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